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他在经济日报的选股比赛当中连拿八届冠军 这是我们的张佳莹老师 佳莹老师早 对 早 大家早 上周五的台北股市见到2万3楼 真的 不过呢 冲到了2万3千零11点之后 随即就有这个卖压出现了 那么收盘的时候是来到了2万2千9百零1点 上涨了242点 成交量有3千503亿元 首先要来请教我们的佳莹老师了 可以看到大盘在上周五涨了242点 但是当中有200点都来自于护国神山台积电 台积电在周五的时候见到了波段的新高 1千050块 距离它的前高1千080块 其实只差一点点的距离 老师怎么看又是一个垃圾盘呢 好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加全指数现阶段就是来到这个2万3千点附近之后 其实贡献最多的是台积电 那其实台积电其实9月份最新的营收表现是非常的亮眼 除了这个9月份的营收表现亮眼以外 第三季的财测更是优于市场上的预期 那先前我们一再的告诉德宇跟所有的听众粉丝说 台积电是全球AI晶片代工的龙头 没错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当然就是一档具有丰富的多元题材的股票 那预估今年的EPS有机会成长24% 那再加上一件事情 其实最新的这个法人的目标价 更是上看台积电有机会到1600块钱之多 那也就是说距离前高从今日的这个收盘价 台积电今天是收在1045 对 其实距离前高真的就是差大概有30几块钱的空间 没错 那就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很容易就可以给它突破 只要量能一冲出来 台积电就随时会直接站上1080 甚至挑战1100块钱都不可能 好 所以只要老师可以提到一个重点 只要量能有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的这个量 其实还是只有3500多亿 那么但是可以看到台积电创了波段新高1050块 鸿海正式站上了200块 联发科看到了1300 那么另外广达也站上了所有的这个均线 还有很多的这个老AI股 像是这个伪创啦 自家啦 甚至散热的部分 双红旗红呢 也都有在逐渐加温的一个表现 那么前一阵子强势的 不管是这个COAS或者是CPO 反倒整个族群的涨势 就没有先前那么样的整齐了 我想请教嘉宁老师帮大家分析一下 台面上从目前的资金轮动 是不是有出现了一些变化呢 因为毕竟这个AI的领头羊就是徽达 对 它的股价创下了近几个月的新高 即将要像台积电一样 这个向前高挑战了 那也把这些所谓相关的这个供应链 老AI都给带起来了 老师怎么观察这样的一个资金轮动呢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近期的NVIDIA的股价持续的推升 随时都可能创位苹果 从登市值的第一名 那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第四季啊 我认为AI依旧是成长的最佳的题材 而且呢 黄仁勋现在持有辉达身价 已经超过英特尔的总市值了 所以其实会带动相关的这个老AI 表现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强的 怎么说呢 先从底部翻扬的广达去做看起 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啊 广达呢 其实公布9月份的营收 其实表现非常的亮眼的 所以让它的股价整个 给它做一个跌身反弹 日线拉出了三连红的走势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带动 这些老牌的AI股持续的创高 除此之外 2356的音叶达 哇真的是也是跟趴趴熊一样 趴在地板上也动起来了 对 那这些股票其实加持的是 什么样子的利基 除了是辉达的创新高以外 还有9月份的营收 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亮眼 所以我认为说 从财报面去做一个着手动作 就可以挖掘到这些整理够低 位阶够低 甚至有财报面加持的股票 都有机会成为第四季 可以focus的重点 所以佳玲老师刚刚帮大家 其实已经整理出三个 未来会涨会标的股票 它的涨项了 第一个呢 要赚钱 对 有营收加持 那么再来呢 就是有题材 比如说佳玲老师觉得 第四季脱离不了的一个主轴 就是AI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位阶是不是来讲相对够低啊 比如说 啪啪熊的音叶达还有广达呢 在最近都站起来了哦 当然第四个别忘记了 佳玲老师一直提醒大家的多元题材 也要把它这个纳入考量当中啊 那虽然我们讲说 最近啊 似乎这个老AI啊 慢慢的这个加温 重回盘面的这个主流啊 但是呢这个CPI跟COAS啊 没有像之前族群性整挂的往上冲 不过来看看我们的双连捷运站当中 这一档 3081的联雅 它目前呢 是因为涨太多 对 被分盘交易 但是一档被分盘交易的股票 居然还能够创高 它在上周五来到了357块的高点啊 那么收盘呢 也将近涨了有3%啊 来到了352块 可以说是一档非常强劲的股票 也正如佳玲老师所讲的 CPO的族群呢 目前涨势没有这么整齐了 但是领头羊联雅呢 依旧是一马当先的往前冲 老师怎么来看联雅 分盘当中还创高 好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股票的基期的位阶过高的话 其实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有续航的力道 对 那之前其实有跟德宇分享 还有大家分享说 联雅这支股票支持率 也非常强非常强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联雅的K线图 好我们看到联雅的这个K线图呢 它虽然说目前在分盘交易 但是它几乎都还是在 所有的均线之上 没错 而且刚刚有跟德宇分享 一支股票的续航性 强不讲就是可以从 营收的表现去做观察 对 那其实联雅这支股票 我相信有追踪我们广播节目 甚至德宇都知道说 我也再来告诉大家 它是一档连年亏钱的公司 对它没有赚钱 对而且它甚至有可能 就是说在明年给它转亏为益 那无论是7月份 8月份 9月份的营收 全部都是呈现个年约双征的态势 年增率每一个月都是超过7成以上 那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的这个成长动能是非常强 并没有因为它的位阶够高 反而还推不动 因为有些是可能 月减年增 可是它几乎是年增月增 年增月增年增月增的方式 持续的创高创高创新高创新高 那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它其实是涨非常扎实的基本面 是有好转 因为最新公布这个7月份到8月份的 这个智捷禁令 已经较去年同期油亏转赢了 哦 还不到明年哦 对 还不到明年联雅已经油亏转赢了 所以 一个月就转赢 我请教佳英老师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讲说呢 一档强势的股票 其实我们不要去追高 对 我们要等它拉回的时候再进去 但是像联雅这种 似乎涨上去 几乎不回头的股票 这种的话是不是 越强越要追呢 操作重点会在哪里 像这种不回头的股票 像这种不回头的股票 我认为说其实 大家可以留意的就是说 它只要有开高走低的机会 你看哦 它其实从我们分享之后 其实几乎可以说是 每天都是收红黑棒 对 它几乎很少可以看到说 有开高走低 对 所以反而这种股票 我认为说开高走低的黑K棒 嗯 那只要搭配量没有爆出来 我觉得就会有续航的力道 就好比10月7号这天是开高走低 对 但是它的量 却只有前一天的二分之一 嗯 对 那你看哦 9月11号这天也是开高走低 还跌破五日均线 可是它的量 却是比前一天还来得少 嗯 所以换句话说 它的量只要可以 成为一个拉回的方式 那我认为说 只要这个在五日均线附近啊 我觉得都可以值得做留意 好 所以就是这种强很强 几乎不回头的股票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做的话 那当然就是以五日均线为观察重点 对 如果拉回到五日均线 同时搭配上这个量能没有暴增的话 嗯 那是可以留意的 比如说另外一档开高走低 我们双连捷运站的三四五零的联军 在上周五就是开高走低咯 好 那么收盘的时候是跌了1.43%啊 来到了207.5块 但是呢 它盘中也创高了217.5元啊 那么面对联军这样的一个开高走低 又应该要如何观察呢 待会我们在盘中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嘉莹老师 这边呢 也提醒所有的好朋友 选对股票是一件事情 买卖的进出点呢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嘉莹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是策略 以及观察的方向 千万不要听到嘉莹老师点名 哪一档股票 就直接跳进去操作 反倒可以利用嘉莹老师的Live粉丝团 直接跟上嘉莹老师 做一些互动之后呢 再来决定下一步的操作策略咯 继续回到我们股市齐皇后的节目现场 那么邀请到的是在经济日报的选股比赛 连拿八届冠军 同时啊 她也是目前最年轻选股冠军的记录保持人 我们的张嘉莹老师 在节目的现场陪伴所有的朋友呢 掌握台北股市的行情变化 同时抓住每一个获利机会 那么刚刚讲到哦 有些股票呢 喷上去了 你要等它回头再接 但是有一些股票呢 强很强不回头的话 有另外的一个这个操作策略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它开高走低 然后量没有暴升的状况之下呢 来多加留意 刚刚讲完了联亚 当然呢 她的好朋友联军 我们也要来看一下 讲到她上周五呢 开高走低 盘中创了高点217.5元 但是收黑哦 老师怎么观察联军上周五的表现呢 好那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联军在这个地方看到K线图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联军在这个地方是创新高之后的回档 那他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呈现一个亮说的态势 也就是说他今天的亮说其实没有比昨天还来的多 所以我认为说短线上在这个地方要过太过担心吗 不用 为什么呢 因为最新公布其实联军九月份的营收 也是跟联亚一样 年月双成长 对 那再加上一件事情啊 其实联军这一档股票 是一档从第一季就开始转亏为盈的股票 他比联亚更早 对 也就是说他越早反映他油亏转移的题材 他走的这个路就会越长 那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哦 联军的这个获利的结构的部分 他光是这个下半年的营运进入的传统旺季之下 让他的产牛御用率有机会大幅度的提升 甚至呢 大家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第一季油亏转移赚0.31 第二季只有赚0.47 可是他的股价却是呈现一个高本益比的 所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做梦行情已经正式的启动 无论是七月份的营收 月增年增 八月份的营收月增年增 九月份的营收月增两成 年增六成 九月份的营收又创下历史的新高点 投信持续的有在做一个吃货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说这种法人持续的做索码 九月份营收创新高的股票 同时搭上台积电的这个法书会啊 即将登场之下 CPU的股票我认为说都是潜力的名单 那联均只要在这个地方不要跌破五日均线 我认为说短线上还是会维持一个强势整理的态势 好那么台积电在这个礼拜四要举办法说会了 大家都很期待他到底对于这个产业前景会怎么看待 其实大家都一般预料就是说 COAS可能会继续的这个缺货 好那未来呢 这个CPU啦 还有面板级扇出型封装啦 甚至还有他接下来的这个资本支出等等啊 扩厂计划其实都会是大家follow追踪的一个对象 那要请教佳穎老师 就是COAS跟CPU的确是未来的一个长线的趋势 对 但我们现在观察到他整个族群的长势 其实已经出现分歧了 所以呢选股未来是不是更加的重要 他是不是不会再像 可能第三季或者是更早之前一样 整个族群一起往上涨 可能要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的个股 才更有续航的力道呢 我觉得是耶 像德宇讲的 因为其实CPU的股票有的是弱的 有的是强的嘛 那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个股有在做一个零星点火的动作 但是大家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把我之前教大家的 就是说只要你如果可以买到 既是有CPU又有COAS的股票 那在他点火轮动的时候 你可能COAS休息就换CPU表现的时候 那他当然就是可以强嘛 对不对 或者是散热在涨的时候 散热涨的时候 结果其他散热休息 搭上了COAS散热的一拳又给他涨了 好我们看到一拳呢 这一档2486的超人股 一拳超人呢 在周五的时候呢 盘中高点来到了123块 那么收盘呢是119块 涨了快要半根停板 那么这一档股票呢 其实就是嘉莹老师讲的多元题材 它既有这个散热的部分 那么它也有这个CPU 还是COAS的一个部分 所以又搭上了这个AI的题材 所以呢 不管你掌哪一个主题 掌哪一个题材 它都可以沾上边 好那么这个呢 是在散热的一拳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们也观察到 刚刚前面有讲说 最近呢 这个老AI甚至随着GB200开始出货 黄仁勋说大家都在抢 那么也掀起了一股这个GB200相关供应链的 这个股价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热度 包括了呢 双红 齐红 特别是双红呢 在最近的表现也越来越强 老师怎么观察呢 好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其实双红 齐红 我一再的告诉大家说 这两支股票的共通特性是什么特性 也就是他们是非常纯非常纯的散热股票 那如果说想要推升这些非常纯非常纯散热的股票 他们的股票能不能够续航的关键 其实就是要从位阶去看 位阶 对 那他们现在其实都是从低股才刚刚转强而已 那其实双红的部分 虽然说9月份的营收 月对位是呈现一个持平 可是它的年增率又15% 而且呢 第四季它是非常乐观看待的 因为NVIDIA跟AMD的这个新皮的易轮专案 有机会在第四季做出货 对 所以反而预期第四季会有个位数以上的这个成长的幅度 所以我认为说双红在这个地方啊 是非常的有潜力的 对 那除了双红以外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哦 齐红最近的股价也给它动起来了 也开始慢慢在动了 那齐红在这个地方啊已经出现一个价量齐阳的部分 那它只差半年线没有站上了 所以我认为说短线上观察齐红的重点是 我认为只要站稳半年线 我认为说都有机会带动散热的股票再往上 好 齐红目前的半年线的位置大概是在644块左右 那么它上周五的收盘价呢是629块 但是盘中有看到了638块 也是展现了那个要继续往上的一个企图心 好 那么刚刚呢这个佳颖老师讲到了这个所谓的第四季哦 哎 我们要来怎么样做选股 当然了 AI是不可取少的一部分哦 那要请教佳颖老师了 第四季 我们讲说有所谓的做梦行情 当然投信也会持续的作帐 另外呢它也是一个传统的旺季 嗯 在选股部分老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重点提醒呢 好 那我们之前有跟这个德宇还有大家分享 其实选股不用太过困难 就是用简单的方式去做一个分析 你把它弄得太复杂 对 要不然看多看稀的都看到眼睛都滑掉 然后最后等你真正做决定的时候 那个最好的进场点可能就过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财报面去做着手 好 那上市贵公司其实来到了这个10月份 9月份的营收已经公布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年月双征的股票 成长又或是有创历史新高的族群 可以列为一个口袋名单 所以从1700档可以缩小到大概900多档 对 那这900多档里面要怎么挑选呢 很简单 从题材面去做挑选 要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件嘛 那其实台积电人其实在这个礼拜 就是要召开法术会了 对没错 所以包含了先进制程 COAS CPU的股票 都可以把他南瓜在9月份营收亮眼的股票 再做一层筛选 筛选过后又变少了 又变少了 好 那接下来再怎么样从当中去无存经呢 好 那其实台积电的大联盟 先进制程 COAS CPU都筛选出来 欸还不够喔 还不够 刚刚说的散热 散热也要加进来 老牌的AI股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说 这个音业达 或者是广达 9月份的营收都年月双征 可是它的位阶 有没有够低 够低啊 够低 所以它是不是符合我说的题材的部分 对 无论是台积电的大联盟 或AI伺服系的族群 我认为说都非常的具有潜力 好 那这些股票包山包海 找出来之后又去无存经了 又去无存经 大概剩50只 50只 买不了50只怎么办 那没关系 那接着就是可以从 法人有没有在做吃货 对不对 或者是大户有没有在做索码 券商的主力有没有在做进出 还有这个融资融券的变化 跟它技术面有没有强于大盘 去做挑选 又在缩小了 所以这样子层层的筛选下来 其实呢 你心目中的这个黑马 大概就已经差不多应该要知道了 对 那如果你对于这样子层层筛选出来的 这个选出来心目当中的黑马 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安 希望呢 能够有专家帮你看看的话 当然邀请大家可以透过 这个嘉宁老师的Live粉丝团 直接来问问我们选股冠军 对不对 直接加入比较快 对 直接来看看怎么样 选出更标更汉的这个股票 或者是直接跟上我们嘉宁老师的操作 也是可以啦 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那么嘉宁老师呢 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观察的这个方向 很多的操作策略呢 给大家参考 邀请大家呢 都可以利用嘉宁老师的粉丝团 跟老师来做互动 也祝大家呢 今天操作胜利 获利满满 我们明天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